新加坡书展4号展开 由联津出版公司规划的台湾馆 以台湾时光阅读之旅为主题 吸引新加坡读者目光 驻新加坡代表谢巴达清林 参与书香审宴 我们都知道台湾的软实力 是我们值得骄傲的 每年来参观的新加坡的朋友 以及各地的朋友 都对我们多元的文化 有相当的正面的评价 新加坡的读者 透过书来认识台湾 是我们台湾馆每年来参加书展 所能够产生的最大的效益 今年台湾一共有2500多类书籍 共2万多本书参展 书展期间 台湾馆也将举办多场活动 作家吴若犬 苦林等人 也会来到新加坡与读者 近距离接触 同样在新加坡 2号举行的亚洲电信及资料展 台湾第15次率团参加 今年一共有20家台湾厂商 展现最新的电信科技产品 驻新加坡代表谢巴达到场之意 表示新加坡和台湾 签有台新经贸伙伴协定 厂商可以利用新加坡 这个国际平台展示产品 开拓东南亚市场